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抓钱挑战 这台娃娃机里有100万美元 每5美元抓一次 这个小伙将要挑战需要花费多少钱 还能抓空这台娃娃机里的100万美元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第一次显然很失败 小伙一毛钱都没抓到 这样的抓钱挑战 你会怎么做才能抓到更多的钱呢 评论区告诉我 小伙显然很是不甘心 再次花费5美元发起进攻 他实在是太贪心了 仅仅花费了5美元 就想抓到这落1万美元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箱子底部散落的钱 才是他该发起的目标 他还要继续抓钱 目前他已经花费了15美元 希望他有所收获 经过一顿分析 小伙盯上了这落钱 他这次是否可以成功呢 很显然 目前的15美元已经打了水漂 小伙继续抓钱 这次竟然有所收获 获得了5美元 取得了初步胜利 小伙觉得自己被财神眷顾了 又开始对承诺的1万美元 发起进攻 他再一次盯上了这一落 可是爪子不偏不倚地抓偏了 不过小伙也收获了45美元 但是在最终下落时 一张钱还卡在了机器里 钱总不能不要吧 他想通过抓起一张美元 将这张钱给砸下来 可是事与愿违 那张钱依旧在那奸停地卡着 毫不畏惧小伙的各种手段 目前来看 小伙已经赚了125美元 他是否可以抓取完这100万现金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一次抓取并未成功 但是这是男人的策略 我不懂 但是我大受震撼 再次抓取这张钱时 小伙竟然成功了 但是 策略还是失算 最终并未能抓取到钱 你们平时在生活中 都是如何抓取娃娃的呢 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评论区告诉我 或许手法已经轻车熟路 男人竟然瞎抓一把 都是20美元 看来还是不赖 这次下手 小伙竟然获得了105美元 看来这个挑战 只要你技术好 还是有的赚的 但是像小伙子 这样技术的 还是少 钱的厚度毕竟太薄了 抓取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 毕竟小伙已经花费了30美元 赢得了430美元 小伙还是想再玩一把大的 他又一次盯上了承诺的1万美元 真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们觉得 他这次能否挑战成功吗 最后小伙 对着娃娃机骂了一句 我爱你 最终选择 结束5次减战 其实他也不亏 还是纯赚了400多美元 一般在路边摆设的娃娃机 你压根都无法抓取到玩偶 如果你来参加这个抓钱挑战 你会以怎样的手段 来抓取这大把大把的名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